今天可以大家讲解一下咱们挖掘机干的工作 如果你是挖机携手的话可以学习一下 挖机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都大同小异 只不过是咱们工作的环境不太一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台75的挖机在一个库房里 库房里呢环境比较狭窄 所以工作的时候啊旋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不能让挖机磕碰到墙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挖机就是从这个门口开进来的 那今天咱们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区域要开一个槽 现在呢工头已经把这个馅放出来了 就是按照这个馅下挖一直挖到一米八三 但是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挖机是破碎锤 为什么换上破碎锤了呢 因为这些都有水泥 水泥做的那种地梁 水泥块特别建硬 大家可以看一下里面还有钢筋 所以咱们需要用破碎锤 把这些水泥块都砸掉之后 再换上产等开始开潮 如果大家想学开挖机的话 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